怪兽飓风翼儿马横扫加勒比海北部 所到之处都是反悔疏导 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4人罹难 这种毁灭性破坏难以用语言形容 五级风暴呼啸海地 全国随即亮起安全警报 当地学校和商店被迫关闭 民众陆续拥进避难所 但另一波隐忧如今来了 冲击粮食供应不足 让灾民躲得了大风大雨 却无法躲过挨饿的命运 气象局警告 尽管风暴中心逐渐离开 多米尼加共和国河海地 但伊尔玛带来的强风大雨 依然具有潜在的灾难性 怪兽飓风星期四晚上 以每小时290公里的最大持续风力 登陆德克斯和凯克斯群岛 带来狂风暴雨 威力依然不减 眼看伊尔玛随时杀到 佛罗里达州全城在备战 居民涌到超市抢购一番 超市门外还排起长长人龙 除了超市 游战同样车满为患 多数人抢在飓风来袭前撤离当地 于是贴满油 做好出远门的准备 佛罗里达州长斯考特向全城发布警告 由于暂时无法确认 飓风将登陆东部或西部 因此劝警民众做好防灾措施